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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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的來賓大家午安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花半小時的時間 大家來關心一下 每一個人的飲食的狀況 那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從事營養的教學工作 今年大概是第23年 那平常呢 我也擔任營養師的工作 在這個醫院當中呢 去幫一些 有病的一些這個慢性病的同仁呢 做一些營養諮詢的一個服務 那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我想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到底 維生素對我們的人體上面 有什麼樣的一些好處 以及呢他可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好 但是還沒有介紹到主題之前 我想人的一生當中 我會遇到一些疼痛 或者遇到一些不舒服 遇到一些壓力 那我們常常會認為說 這些莫名的壓力導致我們身體 往往可能你會很 當這個遇到壓力 或是遇到一些 這個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覺得 欸是不是我昨天沒有睡好 好是不是 我工作的壓力太大了等等 可是往往都忽略到一個人 他的飲食的一個重要性 那往往呢 飲食不正常 飲食的不均衡 往往就會導致我們人 剛開始就會有一些 莫名的不舒服 甚至一些疼痛 那只要把我們的飲食 再更均衡的把它給 照顧起來的時候 我想這樣的一個不舒服的一個症狀 一定可以得到一些改善 所以我想問一下在座的一些來賓們 你的午餐吃了沒有 那你吃了哪一些東西呢 你的早餐吃了嗎 那一天有沒有吃到30種的食物呢 一個營養專家 我的老師告訴我 一天要吃到30種的食物 才是一個健康的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30種食物非常簡單 舉個例來說 番茄炒蛋就幾種食物在裡面 番茄 雞蛋 還有油對不對 還有蔥 對不對 所以我想如果 一天當中 我們可以均衡的 六大類的營養素 每一類呢 都選擇三到四樣的食物來吃 我想健康 大概就會跟著我們一輩子 所以我的早餐 跟我的午餐 我想我都不會太重複 比如說我早上吃了這個 三明治 那我中午如果吃了一個糙米飯 我晚上可能就選擇麵條 那我常常的蔬菜呢 我也會中午跟晚餐 選擇會不太一樣 那如果一個這樣的一個飲食的這個狀況 我想我們就會走到 綠色的 藍色的部分去了 那但是往往我們常常因為工作的關心 或者是因為生活的忙碌 像各位坐在這裡 我希望你用最輕鬆的方式 把手掌打開來 不要握拳 最輕鬆的方式 我常常說 如果我上課 可以讓你睡著 那也是我的功德啊 因為這個是一個最舒服的一個方式 所以大家不要有壓力 因為一旦有壓力上升 往往一個人 疾病就會莫名其妙就會出來 好 那但是往往我們常常會發現 在體檢的報告當中 會不小心出現一些紅字 那甚至呢 慢慢慢慢如果不去理它的話 有可能就會開始有一些不可逆的症狀 那這些不可逆的症狀 再繼續下去 往往一直上去 最後藥物的治療 可能及早的人生終點 因此 到底要愛健康 還是要有愛健康呢 我想今天用一點時間 來聊一聊我們的飲食當中 不知道食物帶給各位的意義在哪裡 好 比如說我今天中午吃了一個 這個生魚片壽司 那大家都會想到 大概是不是日本料理吧 好 那如果今天 我今天吃了一個很辣很辣的泡菜 我想大概就知道 它是一個韓國料理 所以食物帶給我們的第一個含義 往往就是一個文化性 這個是不可剖滅的 好 但是第二個 我們再想想看 當你今天 一吃自助餐的時候 你為什麼挑這個食物 一定不會有人告訴我說 因為我要營養 所以我挑這個食物吧 可能都是因為美味 所以我現在教阿公阿嬤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吃得下最重要 我也不再跟阿公阿嬤說 一定要減肥 因為根據研究顯示 老人家要有一點點的肉 它會比較健康一點 就像我媽媽 我常常說 這個 她之前就跌倒 我說那跌倒要補什麼東西呢 我往她 很多人告訴我說 跌倒要補骨頭 要補鈣質 可是我往往鈣 在年輕的時候 就要慢慢慢慢補起來 可是大家可以把手伸出來 看 除了骨頭以外 外面包了什麼樣的東西 是包了很多的肉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肉長回來 那就一定要好好的吃 一些高蛋白質的食物 配合運動 好 那再來再來呢 肉的外面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油脂 對不對 如果我們身體 有足夠的一些油脂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做 因為預防 碰撞上面的一些緩衝 所以其實老人家 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吃得下最重要 所以長城科技大學的 保健一樣性 我們現在正在研發 質地改善的一個飲食 好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爸爸牙齒不好 那我現在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讓肉類變軟 很簡單 你只要把鳳梨 你只要把奇異果切碎了 跟著肉一起醃 好 你只要醃個20分鐘 醃個30分鐘 那那個肉類 因為這些奇異果的酵素 或是鳳梨的酵素 它就會變軟化 那那塊牛排 也許他就吃得下 好 常常一個老人家 最關心的應該是他的尊嚴 我希望他吃得 跟我們一般人吃的飲食 完全一樣 只是他也許經過一些 天然的處理 好 我想飲食 帶給各位一定是美味 一定是最重要 那再來再來 才是我們看到的右手邊 過去的100年當中 很多的營養學家都在研究 飲食當中 對我們人體到底有什麼價值存在 好 那往往我們在過去的100年都知道 一定需要 蛋白質 一定需要脂肪 一定需要 一定需要維他命 好 但是在過去的20年當中 我們發現食物當中 不是只有營養喔 好 比如說 我們知道缺乏維他命C 我們的口腔 有可能刷牙會流血 好 但是 現在發現 當維他命C的劑量 稍微高一點點的時候 那不見得只有營養 他可能對我們人體 似乎就存在有一些保健的效果了 我舉個例來說 我們常常 在過去營養不均衡的時代裡面 我們常常看到 有一些老人家 獨居老人腿 非常非常的細 結果呢 發現他在家裡面 就沒有辦法走路 後來被醫生診斷 他是B群的營養不夠 造成所謂的腳肌病 可是現在的營養已經很均衡 在腳肌病的年代當中已經過去了 不過 當我們把B群的含量高 再多一倍 再多兩倍的時候 發現他的保健的效果就出來了 這個也就是 往往很多人到日本 常常會去買知名品牌的維生素B群 發現他可以延緩肌肉痠痛 的一個原理在這裡 因此 我想藉由這張投影片來告訴各位 食物帶給我們的意義當中 除了文化性 除了美味 除了營養以外 當我把食物當中 某一些特殊的營養價值提高一些的時候 他對我們的人體 可能就有一些保健的效果 但是再說明一下 這些保健的效果 他並不是藥物 好 食物跟藥物是絕對兩件事情 那食物當中 對我們人體的功效 他應該是漸進式緩慢性的 那往往我最喜歡舉這個例子 跟各位來分享 就是我常常會去藥局 去買維生素B群 那那個藥師就很好心 就告訴我說 欸 許先生啊 那個B群最好在什麼時候吃 不要在什麼時候吃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例子 他說不要在晚上吃 那我這個人就很反骨 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做個實驗看看好了 晚上吃會怎麼樣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實際上 對於這些營養素來說 也許我比你懂一點點 所以我就實際清真體驗 因為它並不是藥物 所以它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並不會像興奮劑一樣 馬上就讓你的精神變得很好 所以呢 我最習慣給做一個例子就是 我常常在刷牙洗臉完以後 準備要睡覺之前 我就吃一顆維生素B群 那我知道我明天早上 五點要趕高鐵的火車 到高雄去做演講 那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 就是當睡不醒 就是起床的時候 都有一個起床器 或者說很早很早起床 熬夜的時候 會有那種爬不起來的感覺 那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當我吃一顆B群 我那個爬不起來的感覺 會比較消失 後來我去做了一些 這個看了一些研究報告 實際上維生素B群 它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在幫我們身體 把這些能量呢 把它給產出來 請記得 它不是拿來產生能量的東西 它是幫助我們身體產生能量 好比一台車 它要開著動 是不是需要加汽油 那那個汽油 就是我們每天吃的飯 糖類 我們今天吃的油 脂肪 或是我們今天吃的肉 蛋白質 那是會產生能量的 可是一台車 除了汽油以外 你要不要雨刷精 你要不要輪胎 你要不要潤滑劑 那當我車子開了越久的時候 是不是同事也在消耗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就是我們講的 維生素B群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有足夠的維生素B群 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在睡眠的時間當中 儲存你準備要拿出來的能量 那當鬧鐘一想 我想那個起床的不舒服的感覺 可能會稍微消失一點點 這個是我親生的一個例子 那因此呢 我想再花一點時間 跟各位再重複的 剛剛這十分鐘所講的例子 我們從這個圖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當營養不良 實際上是莫名的開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 就是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總是會挑你喜歡吃的吃 那大家有沒有去想說 我多久沒有吃水果了 水果是不是我想到才吃 或者是我常常去吃火鍋的時候 現在火鍋店 那個小火鍋有一盤肉盤 有一盤菜盤 那我看很多年輕人呢 很多的店員就說 那我們今天可以 你如果不要這個菜盤呢 我們可以幫你把它給換成什麼 換成兩盤肉盤 那我就發現那個年輕人 吃了五盤肉盤 一盤青菜都沒有 要不要從你喜歡吃的菜 開始吃看看 因為呢 我常常問一些年輕人 他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不舒服 他常常告訴我 老師為什麼眼睛會紅 為什麼我嘴巴會破 為什麼我的頭髮會分岔 為什麼我的指甲那麼難看 為什麼我上第一節課的時候 常常常睡覺 那我就會想想看 你前一天除了熬夜以外 你的飲食有沒有稍微均衡一點 就是我們藍色的部分 食物種類變少了 或是你隨便吃 或是挑吃 或者是不吃 或者是有一些錯誤的迷信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常常會聽到說 菠菜不能跟豆腐一起吃 會怎麼樣 會結食對不對 但是菠菜跟豆腐一起吃 不會結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結食不是發生在大便 可是剛菠菜裡面的鈣 不對 菠菜裡面的草酸 跟豆腐 或是牛奶當中的鈣 一碰在一起 它就變成草酸鈣了 它從我們的口腔進去 到食道 到胃 不會消化吸收 最後從大便出去 不就剛好 把我的草酸 從大便出去了嗎 所以 菠菜跟豆腐一起吃 這個錯誤的觀念 會造成結識 早就已經被淘汰了 好 所以呢 尤其是現在很多網路的消息 我每天都會知道 我爸爸傳給我的消息 聽說那個不能跟那個一起吃 甚至還有 有人問我說 那個 爆香的時候 大蒜不能跟 蔥一起爆香 大蒜不要跟蔥 要不要跟誰爆香 所以 其實 很多 是是而非的觀念 我希望 現在目前 各大縣市都有 營養師 都有社區營養師 歡迎大家 可以打電話去問他們 好 好 那如果說 這個 剛開始 如果我們都很適應 這樣的一個 這個飲食的時候 接下來 營養素 可能就不夠了 那 常常我們會聽到 有一些人 發生有營養不良的現象 但是營養不良 不是只有瘦巴巴喔 那個胖嘟嘟的人 也算是營養不良喔 所以 不足 太多或是太少 往往開始 就會有一些 莫名的不舒服出來了 各位 可以看到 在綠色的部分當中 你會開始沒有食慾 你會開始 感覺疲勞 好 那 就像我常常上課的時候 有些學生 一開始要上課 他會開始打哈欠 好 那 呃 是不是真的 前一天太勞累了 還是 你要不要再補充一些營養 好 或是你有沒有一些B群的缺乏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營養素缺乏 好 常常有一些痠痛 那莫名這個痠痛呢 這個有很多原因 那我還是建議大家 其實要找你的家庭醫師 來去做一個全身的檢查 當全身的這些檢查沒有問題的時候 那可 你就要用多方面來看 是不是因為我的飲食 或是我運動過度 我想 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就是一個人的健康一定要靠自己來顧 好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生化傷害 還不去注意的話 那接下來 往往就會造成一些不可逆的症狀出來了 比如說 癌症的提早到來 腦血管的疾病 心臟病 高血壓 跟糖尿病 等等等 那麼 我想 大家常常會聽到電視上會說 癌症的時間 又往前挪了 大家都很擔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要來告訴大家的是說 實際上 為什麼以前 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以前不會有癌症的發生 為什麼現在癌症那麼多 實際上大家不要太擔心 因為 我們的年齡 平均壽命已經往後延長了 以前的人根本活不到得到癌症的年齡 他可能就得到傳染病就離開了 對不對 那有些人會告訴我說 為什麼以前沒有失智症 為什麼現在失智症跑出來了 是不是你們這些塑化劑 是不是這些食品添加物 實際上我們根本活不到 失智症的年齡 可是現在呢 科技的發展 我們的平均壽命都已經提高 那麼 這樣子的一些未來所碰到的這些疾病 我們希望再把這些疾病呢 可以藉由飲食正常的生活再往後延 一個70歲的人得到癌症 跟一個100歲的得到癌症 我想那個100歲的人 他可能會比較接受這個部分 那我們希望預防醫學的角度 就是藉由飲食 藉由運動 藉由一些保健食品的輔助 來讓這個疾病呢 的罹患率往後延 那這是我們的想要的想法 好 那因此呢 今天我們就回到我們的正題裡面 我想維生素的B群呢 它是一個水溶性的維生素 那麼存在於食物當中的這個範圍呢 並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非常的充足 因此 如果有一些維生素B群缺乏的症狀 也許在這時間當中 可以跟各位來做一個提醒 那麼 就維生素B群來說 我想先各位聊一下 它是水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當它吃完以後呢 它很容易從我們的尿衣當中 把它給帶一些出去 那大家會常常聽到說 為什麼吃了B群之後 甚至吃了一些綜合維他命之後 尿液是變得黃黃的 那這一點我要跟各位說明 維生素B群當中有八樣產品 過去在食品分析不進步的時候 大家只知道是那一群維生素B 它可以預防腳疾病 它可以預防口腳炎 它可以預防貧血 可是後來根據食品這個分析 越來越進步以後 才慢慢發現 原來這個B群裡面有八樣產品 八樣東西 它分別的功能都不一樣 那我把它做三方面的歸類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跟能量代謝有關 也就是說 一個人 他今天能量消耗的越多的時候 他也必須要這麼多的維生素 也要相對的增加的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這六個 那麼第二個是說 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一些 跟貧血相關 那麼不是只有缺鐵會造成貧血 那麼B群當中有三個 它也是跟我們的造血系統 非常非常有關的 分別就是B6 還有B12 還有葉酸 那同時呢 葉酸跟B12呢 它也是在懷孕的媽媽當中 額外需要再補充的 那就整體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的部分 在維生素B群過去的研究當中呢 我們也發現 當維生素B群的缺乏 也會造成壓力的這個不夠 那情緒的不穩定 反過來講好了 也就是說 當維生素B群的補充 那當你增加維生素B群的補充呢 對於我們的壓力的排解 對於情緒的穩定 甚至對於末梢成績的修補來講 它也有一個相對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都知道說 維生素B群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都是在幫助我們的眉 可以發揮它正常的功能 也就是說 酵素的反應當中 如果有一些維生素B群 它可以讓整個反應 變得比較順利一點 那同時 這樣的反應 會顯現在神經末梢的一些細胞當中 來做 好 那除此之外 眼睛的痠痛 穩定的睡眠 甚至維護腸道的健康 也跟維生素B群呢 也有一些相對的一些關係 那麼緊接著下來呢 我就來針對幾項維生素B群 來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首先在維生素B1的地方 我們又常常稱為叫做 抗神經炎的一個營養素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維生素B1 過去的研究當中發現 缺乏維他命B1的人 會造成腳氣病 腳氣病不是腳有氣 臭臭的叫腳氣病 不是 腳氣病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腳 你做一個實驗 你拿一根原子筆去搓 那個蘿蔔的地方 它就有如針刺到的那種疼痛感 它是一個多發性的神經炎 不過現在目前 應該不會有這麼極度缺乏 維生素B1的一個狀況 那維生素B1最容易存在什麼地方 存在於在骨類的外表 外皮的部分 所以胚芽米、糙米一定比白米多很多的維生素B1 那此外呢 這個大蒜當中也有不錯的維生素B1 那所以只要飲食的均衡 如果我們可以從這些胚芽當中 從糙米當中 甚至在各式各樣的一些肉類當中 甚至堅果當中 可以補充維生素B1的話 那這個時候 這個腳氣病應該不至於會造成我們身體的一個負擔 那同時呢 我又把它稱為叫做精神上的維他命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假如我今天熬夜了 我今天需要的能量比較多 相對的我也在消耗我身體的B群喔 譬如我們兩個來比 我們兩個年紀一樣 我們兩個作息一樣 理論上來講 我們兩個的維生素B1應該要一樣多 可是我熬夜了 我要喝酒了 那我今天壓力又很大 我們兩個的維生素B群的需求量 我就比你多 因為我熬夜 我消耗的能量多 可是如果我們兩個補充的一樣多 這個計量對你來講是剛好 對我可能就是缺乏 因此我要提醒這些 常常熬夜的人 或是常常呢 工作壓力大的人 適時的去補充一些營養素B群 或是呢 偶爾 不是偶爾 就是試著來每一天可以摄取到足夠的飲食 那必要時來補充一些B群 其實它是可以幫助我們精神比較好 但是不用擔心 不會因為吃了B群以後 你就會睡不著 睡不著 絕對不會是因為B群吃了以後 一定還有其他的原因在裡面 好 那麼這個是要提醒大家 此外呢 常常抽菸喝酒的人 同時 他也在消耗一個人的B1 然後因此 通常 如果我今天有應酬 我知道 我會再提早 吃一顆維生素B群 來幫助我 酒精的代謝 第二個我想要來跟各位聊到的 就是剛剛我們常常提到 這個尿尿為什麼會黃色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 在B群當中 有一個螢光黃色的東西 它就是維生素B2 所以如果這個產品當中 有維生素B2的話 我們的尿液當中 就會呈現它的代謝的產物 好 那常常很多人 帶了日本的那個 那個B群來告訴我說 為什麼這個吃了 尿尿會變黃 為什麼那個尿尿不會變黃 我們就把它的成本拿起來看 某一些是沒有B群 沒有一些是沒有B2的 有一些是含有B2的 那各位就可以了解 其實B2的顏色 實際上就是黃色 那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在目前來說呢 在台灣的FDA的標準 上市的這些食品當中 這些維生素B群都在合理的 一個範圍安全量當中 同時它也是水溶性 它不會像一些子溶性的維生素 比較會有一些蓄積 而造成中毒的一些危險 好 那美容性的維他命 我為什麼稱它叫做美容性呢 因為維生素B2缺乏 幾乎顯現在臉上 從第一個開始看 我們的眼睛跟我們的黏膜 常常很多人眼睛會比較黃 會比較紅 會比較腫 那除了你睡眠不足以外 是不是維生素B2的問題 第二個 我們在看 在我們的鼻子的兩側 你會常常會有一些 脂漏性的皮膚炎 你會發現這兩側 感覺好像 好像常常會很多的一些 油脂的分泌 同時嘴巴張到最大的時候 我們才會發現 嘴巴的兩側會常常會破皮 大家有沒有有經驗 就是嘴巴破的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那嘴巴破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可能是我們身體的免疫性的關係 病毒刺激感染 幫我們的黏膜造成一些損傷 那嘴巴破破在哪裡最難過 破在舌頭 你有破在牙齦過嗎 其實破在牙齦非常痛 那但是第二個原因 我想要再請大家去回想一下 會不會是我過去太勞累了 我是不是壓力太大了 我是不是因為熬夜 我是不是因為準備考試 所以我忽略了維生素B群的攝取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今天一個人特別勞累的時候 相對的他的維生素B群 就要變得比較多 那如果不補充 我往這個症狀就會出現 所以B2缺乏的症狀 我往前面嘴巴的兩側 當你把嘴巴張到最大的時候 比較容易有破損的狀況 大概他就是一個B2缺乏的現象 那我說過這個還是可逆的喔 所以當你給上帝給了一個驚嘆號 告訴你需要補充飲食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沒有去注意到 那往往可能之後 就會有更多更多的一些 不好的現象來出現 因此我們隨時警惕一下自己 包含了當你有喉嚨痛的狀況 包含了有一些眼睛疲勞 咽喉黏膜的破損 口腔舌頭 甚至脂液性的皮膚炎的狀況下 適時的去攝取足夠的一些B群的食物 那維生素B2很好的來源 不外乎就是牛奶 還有呢 我們說肉類當中 雞蛋裡面也有很多維生素B2在裡面 好 那緊接著下來 還有一個 我要想要來介紹的是維生素B6 那B6呢 它跟我們的造血系統比較相關 同時呢 對我們的皮膚上來說 也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症狀 那也就是說 當缺乏B6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一些皮膚炎的狀況 那在這個莫名的一個症狀當中 你會發現最近的抑怒 比較容易生氣 甚至產生憂慮 甚至肌肉的無力 神經質注意力不集中等等 那下次呢 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要不要來想想看 我昨天吃的 是不是都是油炸的 我是不是這幾天 都沒有足夠的一些食物 來均衡我的營養 那麼當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除了飲食的均衡 適時的補充一顆維生素 我想它也是可以幫助各位做一些改善 好 那最後一個我想講的是 維生素B12 那維生素B6跟B12呢 同時它都是跟我們的造血系統 比較有相關 那B12比較容易在吃素的人身上 還有在胃切除 有一些胃病的人 他做了一些胃繞道的手術 甚至把胃切除的病人身上 比較容易會缺乏 因為維生素B12 都存在於動物性的食物當中 那這個B12有一個特性 都是益生菌 去把一些這個發酵出來 所產生的一些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吃高麗菜 它是沒有B12的 因為B12都是動物性的食物 但是當我把高麗菜做成泡菜之後 裡面有可能就有B12了 好 那當然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各位出現了一些貧血的症狀 那甚至呢周邊神經的一些病變 食慾不振倦怠 我想B12的一個補充 應該也可以來幫助各位 來緩解這些現象 那我再重複一次 當B12的缺乏的人 有可能是吃素者 年長者 消化吸收不好的人 甚至腸胃道 可能有一些胃切除的病人 他比較容易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那緊接著 我就把剛剛所說的做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整理 也就是在B群的特性當中 那這些維生素B群呢 通常他都一定要從食物來攝取 因為營養素 他沒有辦法人體可以合成 第二個 維生素B群很容易經過空調當中被破壞 好 那第三個呢 過多會從尿液當中排出去 因此 當我們攝取 比較多的維生素B群的時候 大家不用擔心 他不會造成一些蓄積 而造成中毒的危險 以現在目前台灣的法規當中來說 好 那最後最後呢 要告訴大家 飲食的不正常的人 三餐外食 壓力 熬夜 會消耗比較多的一些B群 那往往B2 B1的缺乏的症狀 都比較容易顯現在我們的臉上 或是在我們的神經 肌肉上面 會造成一些痠痛 好 那麼 所以 當各位有這幾項的一些症狀的朋友的時候 包含呢 腰痠背痛的人 肩頸痠痛的人 肌肉無力的人 四肢末燒 神經 比較有一些疼痛的 甚至注意力下降 疲倦的朋友們 試著來補充一些B群的食物 那我今天是代表台素生衣 來跟各位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介紹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現在目前呢 跟台素生衣 共同的來發展了一些維生素B群的一些產品 那因此我就收集了一些缺乏維生素B群的一些案例 跟各位來做一些分享 那過去的這個台北醫學大學的研究 這個當中呢 發現當這個女性她有一些肌肉痠痛的狀況 那發生的時候她去就醫 那在營養師在詢問她的飲食的時候發現 這個女性呢幾乎都是喝珍珠奶茶 飲食當然一看就是不太均衡的狀況 那在醫生評估了她所有的 剛剛檢查的評估報告以後 發現她沒有任何的疾病的問題 那我們從飲食的介入去改善 那麼發現補充了B群之後 這樣子一個疼痛 麻痺的感覺是有改善的 那麼緊接著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 過去我們現在發現說 膠痠背痛啦 身體不適啦 往往這樣的部分 跟研究裡面相關的 B1 B6 B12葉酸的缺乏是有一點關係的 那在《康健雜誌》當中呢 這些專家學者當中也告訴我們說 這個補充一些比較高單位的一些 B1 B6 B12維生素1的同時呢 它也可以改善到我們一些 這個肌肉頸間僵硬 這個僵硬眼睛疲勞的一個症狀 不過在維生素1方面呢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它是脂溶性的維他命 那尤其是國外買回來的維他命E 通常都不是比較高單位 因為從國外買回來 外國人都比較高頭大嘛 所以以他們的這個狀況來說 通常他們的劑量都會比較高一點 那剛剛就是我所謂介紹的 這個B群的一個延伸物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把這個維生素B1呢 做了一個改良 那這樣的一個部分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在 藉由它的輕止性呢 可以讓它可以 比較容易進到我們的細胞當中 那同時呢 它也比較不容易 在我們的體內被破壞 同時根據研究也發現 它可以做一些神經 還有肌肉的一個緩解的一個作用 好 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稍微簡單的告訴各位 這個是一個動物的實驗發現 在補充了這個維生素B1的 這個活性劑的部分之後 它可以在動物實驗當中 直接進到我們的體內 轉換成維生素B1 而去減緩我們的一些 肌肉痠痛的一個狀態 那麼第二個是在對於 這個運動的表現當中呢 我們也可以藉由這個TDFD呢 也可以藉由減輕 我們說肝臟的一些指數 好 來增加我們肌肉跟肝臟當中的糖類 那對於運動員來說 它的一個運動的表現 也有一個幫助 因此呢 最後就是要來提醒大家 來告訴大家說 這些維生素B群 如果在均衡飲食的狀況 其實是不需要再補充 可是如果今天 大家會比較有一些熬夜 壓力大的狀況的話 那麼 如同這邊所看到的壓力大 熬夜的人 消耗能量大的 常常運動的人 甚至呢 經常外食的人 那麼還有 為什麼常常吃生魚片的人 也要補充B1呢 因為過去根據日本人的研究當中 生魚片當中 有一個專門分解維生素B1的酵素 所以當我吃了這個生魚片之後 這個酵素會同時 把我吃進來的食物當作B1 把它分解掉 那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酵素呢 經過加熱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吃烤魚的時候 我們把魚煮熟了 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在日本人常常會發現 為什麼日本人常常會有一些B群的缺乏 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他們喜歡吃生魚片 所以分解B1的酵素是存在的 第二個是回應到我剛開始所講的 日本人吃的米 是糙米還是白米 你看你本人在包壽司 我又有臭米在包壽司 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我們說B1幾乎都存在於 骨類的外皮外殼的部分 那它都好的都把它黏掉了 好 那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吃糙米 不喜歡吃黑牙米 那我們就少量的開始添加 實際上呢 其實糙米越嚼會越好吃 大家可以下次吃吃看 好 那此外就是喝酒應酬的人 也是比較容易會缺乏 一些維生素B群的部分 那如果在這樣的一個部分 可以適時的來補充一些 足夠的營養素 我相信它可以有足夠的精神 來面對這些不同的壓力 那我今天很高興 把這樣子的一個維生素B群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如果各位還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歡迎到長庚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性我的網站裡面去留言給我 我很樂意幫助大家解決 一些營養健康的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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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